我们今天介绍第三个问题 注册表的备份与恢复 如果注册表遭到破坏 Windows就不能够正常的运行 所以为了保证Windows安全 必须经常备份注册表 Windows每次正常启动的时候 都会对注册表进行自动的备份 那么备份的时候 System.dat就备份为System.dat 然后User.dat备份为User.dat 并且把备份的文件存在 Windows所在的文件夹里面 但是属性是系统和隐藏的 所以我们一般用户没法看到 那么备份注册表的方法是这样的 利用Windows中的注册表编辑器 可以进行备份 那么运行REG edit.ese文件 然后单击文件菜单 然后在菜单下面有个导出注册表文件 这个命令 接着选择保存的路径 那么保存的文件后续是.reg 那么这个文件可以用任何文本编辑器进行编辑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G edit 这个文件注册表编辑器 把这个注册表把它导出来 另外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用这个Windows95光盘上的这样一个 eru.ese这个文件呢 就是这个恢复工具来恢复 这个呢 Windows95我们基本不用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说了 那么我们已经导出来的这个注册表 如何把它恢复恢复呢 我们看一下恢复 当注册表这个损坏的时候呢 启动Windows呢会自动用 system.dat user.dat的备份文件 就是system.dat和user.dat来进行恢复 如果不能自动恢复的话呢 我们可以运行reG edit.ese 然后呢导入.red 前面我们导出那种备份文件 那么也可以呢 用eru.ese进行修复 这是呢 一种情况 就是呢 Windows它本身每次启动的 它的自动备份注册表 我们用户呢 也可以呢 手动的把它导出来 那么恢复的时候呢 系统呢 会自动的用 它所备份的文件呢 来这个进行恢复 如果不能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手工的呢 把我们导出的注册表文件呢 把它这个恢复进去 如果没有进行备份 或者这个注册表损坏的 非常严重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C这个C目录下面呢 有个System.est这个文件 那么属性是隐藏和止读 那么它记录着安装Windows时的 这个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信息 用这个文件呢 来覆盖System.t 可以用这个文件呢 来覆盖System.t 也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注册表 实在是这个损坏比较严重 没有办法恢复的话呢 我们不妨呢 就用C下面的这个System.est这个文件呢 来覆盖System.t文件 这里面呢 保存着安装 对Windows时候的 计算机的硬件和软件信息 但是里面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一些应用软件 后来安装了Windows 我们又安装那些应用软件呢 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行了 所以呢 需要重新安装 这是一种这个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 一种选择 第四 我们看注册表的修改方法 通过这个修改注册表呢 可以实现一些特殊的功能 那么有下面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软件修改 软件修改 这种方法呢 比较安全 就是呢 通过运行一些专门的修改工具 来修改注册表 比如说有这个 Magic Set 还有T Wink UI Win Hanker 等等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间接修改 这种方法也比较安全 就是呢 想要修改的这个内容啊 写入.reg文件 然后导入到注册表里面 那么.reg文件的这个基本格式 是这样的 基本格式 这是呢 这个键值 然后呢 就是写要 这个是键 这个是所要写入的键值 这是数据 就是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写 也就是说呢 你想修改哪一个键 那么就是把相应的值呢 可以写在下面 这是呢 这里面呢 是修改了两个 两个键 那么把这样的文件呢 把它编辑 这个保存为.reg文件 然后呢 再导入到注册表 也可以修改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修改 就是呢 前面我们说的 通过注册表编辑器 直接修改注册表的 这个键值数据项 键值数据项 这种方法呢 是最直截了当的 那么避免呢 在注册表当中呢 留下垃圾 但是呢 要求用户呢 对注册表呢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熟悉注册表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面有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呢 在注册表当中修改 这个 你可以找到这个键 Current User 然后Control Panel 然后Keyboard 这个分支下来修改 Keyboard Delay 就是重复延迟时间 那么双击Keyboard Delay 那么讲原来的1 改成3 然后呢 按确定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就是把在这个注册表当中 用注册表编辑器 把这个Keyboard Delay 这个键值数据项 改成原来的1 改成了3 然后呢 我们再打开控制面板 双击键盘 然后呢 可以看到 速度标签 下面有一个重复延迟 原来呢 是停在第三格上 现在呢 被放到了第一格上 这就是呢 通过这个注册表编辑器 直接修改键值 那么我可以呢 得到立竿见远的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对键值的修改 第五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表 这个项应的故障 故障一 Windows98注册表呢 被破坏 导致Windows98呢 运行很不稳定 故障现象 对Windows98呢 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系统修改后 启动时呢 没有问题 但是使用的各种程度中呢 这个经常出现错误信息 提示 注册表错误 那么 Windows98 每次启动电脑的时候呢 都自动备份注册表 这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并且保存在Windows这个字幕录 叫Sys 对 backup Sysbackup 这里面 并且呢 实际上它每次都备份一个 那么它一共保留了 最近五个的 五次的这个备份文件 保存了五个 那我们可以呢 打开这个 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进入C盘 Windows目录 找到Sys backup文件夹 我们可以呢 看到 名字依次为RB 000RB00到004的 这样五个 谢B文件 去加缩的文件了 这就是呢 保存的 它保存的五个 备份注册表的 备份文件 在这个Windows和Sys backup这个目录下面 有五个 这个注册表的 备份文件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系统出现故障前的 备份文件 可以根据它那个时间 这个 这个文件的生存时间 看一下 找到一个 适当的这个文件 就是说 系统出现故障前 的那个备份文件 然后呢 把这个压缩的这个包 把它释放到 这个地盘的根部录下 释放到地盘的根部录下 覆盖 系统现在的 System.dat和User.dat 然后呢 重新 这个 启动计算机 切换到 MSDOS方式 进入Windows目录 这前面这个地方是 先覆盖 然后呢 我们重新 启动计算机 进入到DOS方式 进入Windows目录 下面呢 我们要覆盖系统的 System.dat和User.dat 那么步骤是这样的 因为呢 System.dat和User.dat呢 都是这个系统的 这个隐藏文件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属性啊 给去掉 否则的话呢 是不能够覆盖的 所以就 Achieve Achieve这个文件呢 -R-H 把这个 隐含 隐含属性和系统属性呢 给它去掉 这个也是User.dat 也是去掉 然后呢 Copy 把用地盘 D冒号下面的 System.dat 来覆盖 现在的这个System.dat 同样 把这个 D 这个D盘下的User.dat 覆盖下面 现在的User.dat 那么覆盖完之后呢 按Ctrl-Alt-D-L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这时候呢 就能够恢复 出现故障之前的 那个注册表 那么这种方法 实际上就是用系统 原来备份的 这个注册表文件 来恢复 这个系统的注册表 故障二 开始菜单中的 这个运行按钮呢 消失 故障现象 开始菜单中的 这个运行按钮 就失了 那么 有这样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呢 就是呢 在DOS下呢 进入C1NT 那么如果是 Windows 98的话呢 就进入新Windows 然后执行ID EDIT 这个就是注册表 编辑器了 然后呢 定位到 K Current 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然后Policy 然后Explorer 然后呢 找到一个 No Run 这样一个值 这样一个值项 那么单击鼠标右键 选择修改 把它的值呢 改成0 把No Run呢 这个值啊 改成0 然后重新启动 这是呢 通过 这个注册表编辑器呢 来进行修改 这个 这个建议 那么为什么要到 这个DOS下面去执行 因为在这个 Windows菜单里面呢 没有运行这按钮了 所以在运行这里面 输入这个注册表 编辑器执行文件 是做不到了 所以呢 进入到DOS里面呢 来执行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呢 用这个记事本 来这个编辑一个 加R1G文件 大家看到 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是呢 写入这个建议 也是写入这个 直向 写入这个直向 跟前面是一样的 然后把No Run这个值呢 复成D Word的 全是0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呢 保存R1G 然后双击 双击这个 双击这个文件 重新启动 也可以呢 来把这个运行按钮 把它找回来 这是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用 注册表编辑器呢 来这个 直接呢 来修改注册表 另外呢 一个就是呢 用一个 写一个这个文本文件 然后呢 来把这个 这个项啊 导入到注册表里面去 故障三 桌面上的图标呢 全部消失了 那么 故障现象呢 是打开电脑之后呢 发现桌面上的图标都不见了 所有的图标都不见了 那么这个呢 也是可以通过 修改注册表呢 来这个 这个 恢复 打开注册表 定位到这个键 Current User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Explorer 这跟前面是一样 那么会发现呢 有一个 No Desktop 这个直下 单击右键 选择修改 把它的直呢 改成零 改成零 No Desktop 就是表示没有 这个 桌面上的图标 那改成零呢 就是把它去反 就是去否 那么重新启动呢 就会看到呢 桌面上的图标都回来了 故障四 回收站图标失踪 这个呢 也是就是回收站 这个图标没有 那么实际上啊 回收站是一个名字 是Recycle的 Recycle的 这样一个隐藏文件 我们可以呢 这样 先设置文件夹选项 那么在文件夹选项里面 显示隐藏文件 及文件夹 否则的话呢 它因为它是不是隐藏文件呢 所以是看不到的 在正常情况下 还是看不到的 所以呢 要显示隐藏文件 和文件夹 然后呢 就可以找到 吸盘跟目录下的 这个Recycle的 这个文件夹 然后在这个文件上呢 按右键 选择呢 发送到 这个桌面的快捷方式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恢复 这个回收站的一个图标 这是一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修改注册表 打开注册表 定位到 Local 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Explorer Desktop Name Space 到这个目录下 你按右键 然后呢 点击新键 然后输入一个键值 输入这个键值 这一长串 那么在默认值 这个项目上呢 按右键 选择修改 然后输入回收站 就是那个图标的名字 然后呢 关闭注册表 关闭注册表之后呢 在这个桌面上呢 可以按下右键 然后刷新一下桌面 这时候呢 回收站的这个图标就出现了 这是呢 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呢 就是找到Recycle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 把它发送到桌面上 另外一种方法呢 就是修改注册表 故障五 删除软件后呢 其名称仍然在添加删除 这个程序列表中 故障现象 发现通过控制链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 卸载的某个应用程序呢 还在列表中 方法呢 是这样的 也是通过修改注册表 打开注册表 定位到 Local 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然后呢 按Install 展开这个按Install 选中已经卸载了这个软件 就是选中啊 已经卸载 但还还在列表当中的这个软件 然后呢 单击右键 点击删除 把它从这个注册表里面删掉 这样的话呢 修改完注册表之后 在这个 这程序列表当中啊 就没有这个软件了 故障六 Windows的这个磁盘驱动器不见了 在浏览呢 某个这个网站之后 发现我的电脑中的这个磁盘驱动器 比如说CDE这样的盘幅呢 都不见了 这个呢 主要是因为呢 Windows的这个注册表啊 被恶意的修改了 就是浏览某个网站呢 被这个修改了 那我们可以呢 这个恢复 可以打开注册表 定位到 Local 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Explorer 找到这个项 把下面的呢 No Drivers No Drivers 这个箭纸啊 把它删除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个磁盘驱动器的这个名字啊 这盘幅啊 就都会这个出现 下面第六 与注册表有关的一些问题 问题一 Windows启动速度慢的问题 嗯 这个呢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是呢 在Windows系统当中 删除某些应用程序和应件这个 设备驱动程序后呢 大量的无用的数据呢 有时候呢 仍被这个保留在注册表当中 从而呢 导致Windows的启动和运行速度呢 大大降低 那么要删除这些垃圾数据的方法呢 是这样的 呃 第一个呢 是导出注册表文件 然后把它命名为 后点R1D 然后呢 重新启动系统 并且呢 呃 到DOS模式下 然后呢 键入命令 呃 在C Windows这个提示符下 键入R1D Edit 然后呢 斜杠C 然后hold.reg 那么这个命令呢 是用这个 是指的是用后面的这个 hold.reg呢 重新生成这个 整个这个注册表 斜杠C表示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斜杠C呢 表示的是什么呀 表示表示的是 呃 把这个R1D里面所 这个存储的一个信息啊 导到注册表里面 添加到里面去 要斜杠C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 这样R1D文件 生成整个注册表 这样的话呢 注册表当中的这些垃圾数据啊 就这个去掉 就去掉了 那么可以加快Windows的启动速度 这是一个方面 呃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Windows的两 这个起 两千启动的时候呢 许多程序呢 可能将在 这个保护系统环境中呢 被加载 从而造成的 这个启动速度比较慢 那么可以查看 被Windows所加载的 这个程序 那么进行必要的删除 就是有些不必要的呢 我们就可以再加载 这样的话呢 可以提高这个启动的速度 方法是呢 打开注册表 找到这个根项 Local Machine 此项呢 是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Vision 然后Wind Log On 那么直项 是System 那么数据类型呢 是REG Deword Deword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所加载的应用程序 把没有必要的这个 没有必要加载的 这个应用程序啊 把它删掉 可以提高这个启动的速度 问题二 Windows 2000启动时的 这个驱动器共享问题 那么通过注册表 可以配置工作站上的 这个软 这个软盘和光盘驱动器啊 是否可以在这个网络上共享 那么对于每一个驱动器 值是零的话呢 表示呢 只有在该域上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可以远程访问该驱动器 如果这个值呢 设成是一的话呢 表示呢 只有在工作站上 本地登陆的用户 才能访问这个驱动器 所以有两个值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在注册表当中 跟项的是Local Machine 此项是Software Microsoft Win NT Current Vision 然后Win Log On 然后直向呢 是这两个 Allocate CD-ROM Allocate Blocked Drils 这个一个是呢 光区 一个是远区 那么数据类型呢 是DWORD 是DWORD 那么把这两个 这个直向 把这两个直向呢 设成零 表示呢 在这个域上 同一个域上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呢 可以远程访问 这个驱动器 如果设成一呢 只有在本地登录的用户 才能访问这个驱动器 可以用来设置 这个软区和光区的 这个共享 通过注册表 来进行设置 问题三 如何配置 这个关机选项 那么 第一个呢 就是改变关机时 要手工来关掉电源 不需要手工关掉 如何来改变呢 注册表当中呢 有一个直向呢 可以用来改变这个关机选项 如果把这个直向呢 设成一 那么就可以呢 从登录对话抗动当中 选择关机命令之后 自动的就切断电源 就不必手工来 手动手工来关掉电源了 把相应的直向设成一 那么这个直向是什么呢 就是根 根项是local machine 子项是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 nt 客人的vision 然后windlog down 直向是powerdown after shutdown 那么数据类型呢 是regfd 那么呢 可以把这个直向呢 设成一 这样的话呢 就从这个登录 这个对话框当中 选择关机命令之后 就自动切断电源了 就不用手工来关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改变机器的默认 注销和关机选项 那么这里面 根项是local machine 子项是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 然后shutdown 直向呢 有两个 一个是logoff 就是这个 注销 然后呢 另外一个直向呢 就是shutdown 就是这个关机 那么这两个直向呢 都有四个值 可以选择 如果选0的话呢 就是注销 选一是关机 选二呢 是重新启动 选三呢 是关机 并 这个关闭电源 也就是说 这两个直向呀 可以有四个 有四个这个值 可以选择 那么用它呢 可以改变 默认的注销和关机选项 问题四 更改Windows2000桌面 以及图标 另一个呢 是启动Windows2000后 发现了我的文档 图标不见了 我的文档 那么也是修改注册表 找到这个根项 Current User 子项 Software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No N E 那么 这个就是我的电脑了 我的电脑 然后呢 名称是这样的 名称是这样的 然后数据类型是这个 那么把这个值啊 设成一 就不 就是这个 我的电脑啊 我的文档 这个图标呢 就会消失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指向 这个值向 把它设成一的话呢 相应的 我的文档的图标就消失 那么如果把它改成零 就可以呢 显示我的文档 这个图标 就是把相应的这个值向 设成零 那么就会 我的这个文档 这个图标呢 就会出现 设成一呢 就会消失 第二呢 是从桌面上 删除 网上邻居图标 那么把相应的值向呢 删除 只需要呢 把相应的 把这个网上邻居图标 删除 只需要呢 把相应的这个值向 这个值啊 设成一 就可以了 设成一 那么 根项是 Current User 此项是Software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No AE NUM 那么名称呢 是No Nethood NoNethood 然后呢 把这个相应的 这个值向啊 给它设成一 那么网上邻居的图标呢 就没有了 如果设成2呢 就又出现了 这个方法都是类似的 第三呢 隐藏桌面上的 Internet Explorer 这个图标 那么也是只需要想 把相应的值向 设成一 把相应的值向 设成一 那么根项是 Current User 此项呢 是Software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Explorer 然后名称呢 是No Internet Icon 然后数据内 写上是D Word 把这个值向啊 给它设成一 那么 这个 Internet Explorer 这个图标啊 就消失了 那把它改 回成0呢 就又出现了 第四个 启用或禁止 程序的自动运行 那么这个 所谓自动运行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磁盘 CD 或者DVD上呢 就是包含着 Auto Run 这样的这个程序 如果在这个 CD或者DVD 这个磁盘里面呢 包括Auto Run 这样的这个程序的话 那么一旦这个盘片 插入到这个 光区里面 就会呢 自动运行 那么要禁止 或者启用这个 这个功能的话呢 可以通过这个 修改注册表呢 来完成 那方法呢 是这样的 找到相应的值向 那么输入255 那么可就可以呢 禁止所有 驱动器的自动运行 输入255 那么如果只想禁止CD 或者DVD的 自动运行功能 那么就使用181 也就是说 有这样两个选择 一个是呢 255 把所有的驱动器的 自动运行呢 都取消 都禁止 如果只禁止CD 或DVD的 那么就使用181 那么根项呢 是Current User 此项呢 是Software Windows Current Vision Policy Explorer 名称呢 是No Drive Type Auto Run 把这个值向啊 是255 或者181 就可以进去这个功能 那么输入其他的值呢 就是输入0 比如输入0 就可以呢 启用这个功能 这是第13章第4节 我们就介绍了 常见注册表的 故障和解决方案 包括什么是注册表 注册表的结构 注册表的备份 与恢复 注册表的修改方法 还有注册表的故障 以及注册表有关的一些问题 下面我们看第13章的第5节 常见软件 这个 常常见的这个网络软件 这个故障 解决方案 我们将介绍这样四个问题 一个是呢 联通性故障 第二是网络协议故障 第三呢 是配置故障 第四个是一些 其他常见故障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络软件故障的 这个排除过程 第一个呢 是识别故障的现象 那么在排除故障之前 必须要确切的知道 网络故障的现象 以便呢 这个故障呢 进行定位 识别故障现象的时候呢 应该呢 向操作者询问 下面一些问题 这有助于呢 识别故障现象 第一个呢 就是当被记录的 故障现象出现时 正在运行什么操作 第二 这个程序以前运行过吗 第三 以前这个程序的运行呢 是否成功 第四 这个程序最后一次 成功运行是什么时候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是从那时起 哪些发生了改变 实际上呢 就是对整个故障的 这个发生的前后情况呢 进行一些这个了解 那么以便于呢 识别故障的这个现象 第二个呢 是对于故障现象呢 进行一个详细的描述 亲自操作出错的程序 并呢 注意出错的这个信息 例如可以这样记录 在使用web浏览时 无论进入哪个网站 都返回 该页无法显示之类的信息 再有呢 就是说使用pin pin命令值 无论pin哪个IP地址 都显示超时连接信息 那么诸如此类的 这个出错信息啊 会为塑缴问题范围呢 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帮助 那么可以按照 以下的步骤来执行 第一个是收集 有关故障现象的信息 然后呢 对问题和故障现象呢 进行详细的描述 特别要注意细节 并且呢把所有的问题呢 都记下来 不要匆忙的下结论 这是第二步 对故障现象呢 进行详细描述 第三 列举可能导致 导致错误的这个原因 那么应该考虑一下 导致无法查看 信息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比如说 网卡硬件的故障 网络连接故障 网络设备故障 TCPIP协议设备 设置不当等等 就是说把所有 能够导致这个错误的 这个原因呢 把它列出来 然后呢 可以根据出错的可能性 按优先级的进行排序 然后呢 一个一个的 这个进行排除 这是第三 列举可能导致错误的原因 第四呢 是缩小 这个搜索的范围 对所有列出的 可能导致错误的原因呢 注意进行测试 而且呢 不要就是 根据一次测试 就断定某一个区域的网络呢 行行不正常或正常 那么除了测试以外呢 还要看一下网卡啦 Hub Modem 路由器 面上 面板上的这个LED指示灯 通常情况下呢 绿灯呢 表示连接正常 红灯呢 表示呢 连接故障 不亮 表示呢 无连接 或者呢 陷入不同 常亮呢 一般表示 广播风暴 那么通常 指示灯 有规律的闪烁 是网络正常 运行的标志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 缩小 搜索的范围 注意呢 进行测试 第五 隔离错误 确定了故障的部位呢 可以开始检查 网卡呢 是否安装好 TCP IP 协议呢 是否安装 并且呢 设置正确 Web 浏览器的连接设置呢 是否得到 等一切 与已知故障现象 有关的这个内容 第六步呢 就是故障分析 必须呢 搞清楚故障是如何发生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的发生 那么以后呢 如何避免类似的故障 这是呢 最后一步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 故障的排除过程呢 分为六步 第一 识别故障现象 第二 对故障现象的 这个详细描述 第三 列举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 第四呢 是缩小搜索范围 第五 隔离错误 第六呢 进行故障分析 下面呢 我们看网络故障的这个原因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网络连通性 网络连通性 网络连通性故障呢 是 发生这个网络连接故障的 首先应该考虑的 首先应该考虑的这个原因 就是网络连通性 那么通常啊 这个问题涉及到网卡 跳线 信息查座 网线 Hub 毛泽尔等设备 和通知戒指 那么这里面的任何一个设备呢 有损坏都会导致 网络连通的这个中断 中断 那么连通性呢 可以采用软件和硬件的工具呢 进行测试验证 那么进行多项测试呢 只要有一项回答是yes 那么就可以断定本机到Hub的连接 连通性呢 没有问题 比如说 我们现在出现故障时 不能上网 但是呢 我可以发邮件 这也说明呢 连通肯定没有问题 只是呢 不能上网 那么可以考虑是其他的问题 那么即便所有的这个测试都通过 那也不能表明呢 就肯定是连通性的这个问题 那也可有可能是其他问题 那么可以呢 查看网卡和Hub指示灯是否正常 那么测试网线的是否畅通 这样呢 来这个排查这个网络连通性的这个故障 第二个故障呢 就是网络协议故障 没有网络协议 或网络内的这个网络设备和计算机之间呢 就无法通信 那么所有的硬件呢 就不能够呢 实现这个资源的共享 也不能上网 这是网络协议的这个故障 第三呢 就是配置文件和选项故障 服务器还有计算机呢 都需要配置选项 一些配置文件和这个设置不当呢 会导致了网络故障 就没法这个上网 比如说服务器权限的设置不当 会导致呢 资源的无法共享 计算机网卡的配置不当呢 会导致无法连接 那么如果网络内所有的服务都无法实现 那么这时候呢 又来检查一下哈 下面呢 我们就是因为前面介绍了 故障有这样几种 联通性网络协议配置文件 下面我分别介绍一下 这个每种故障 首先看一下联通性故障 那么故障的表现 有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计算机 无法登录到服务器 第二种情况 计算机无法通过局域网 接入internet 第三计算机在网上连聚中 只能看到自己 看不到其他计算机 第四呢 就是计算机无法在网络内实现 访问其他计算机上的资源 第五个呢 就是网络中部分计算机 运行速度十分缓慢 这时候都属于联通性故障的 这个表现 我们看一下排除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一定先确认 确实是联通性故障 那么首先呢 尝试使用其他网络应用 比如说 查找网络中的其他计算机 或者使用局域网的 这个外部浏览 如果其他的网络应用 可以正常使用 那么如 例如哈 虽然无法这个接入internet 但是能够在网络邻居中 找到其他计算机 或者可以用拼命令 拼到呢 其他的计算机 那么可以断定呢 这个排除联通性故障 这个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你首先要确认 确实是联通性的问题 那么 虽然你现在不能上网 但是呢 比如说 你可以在网上连接 里看到其他的计算机 那也说明了 联通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那可以找其他的原因 所以只有当所有的服务 都不能应用的时候 什么这个服务也不能应用 这时候呢 才可能呢断定是联通性的故障 第二个呢 是用LED这个显示灯呢 来判断网卡故障 首先呢 检查网卡的指示灯呢 是否正常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不传数据的时候 网卡指示灯呢 是闪烁比较慢 传数据的时候呢 闪烁的比较快 不亮或者长亮 都表明呢 有故障存在 那么如果网卡的指示灯呢 不正常 显示的不正常 那么需要呢 关掉计算机 来更换网卡 再有呢 就是可以看一下 Hub的指示灯 那么这个Hub指示灯呢 大家需要注意 就是呢 查有网线的端口 指示灯都亮 它一直是亮的 那么指示灯的作用呢 指示 指示 该端口呢 连有中端设备 不能显示通讯状态 这Hub的指示灯啊 和这个网卡的指示灯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第二步呢 我们可以呢 从网卡的指示灯 来 这个判断呢 是否是网卡的 这个故障 下面呢 我们看故障的原因 导致连冲性故障的原因呢 可能有下面几种 一个是网卡未安装 或者呢 未安装正确 或者与其他设备有冲突 就是网卡的安装有问题 再一个是呢 网卡的硬件故障 硬件故障 再一个呢 就是网络协议未安装 或者呢 设置不正确 网络协议 再一个呢 就是网线 跳线 或者信息产作的故障 那有可能呢 就是 HUB电源 没有打开 HUB硬件故障 或者 HUB窗口的硬件故障 最后呢 还有可能是 UPS电源故障 那么 原因呢 可能是 下面的几种 这也是排除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方法 就是使用拼命令来排除网卡的故障 那么比如说使用拼命令来拼本地的IP地址 或者计算机名 那么检查网卡和IP网络协议呢 是否安装完好 如果能拼通 说明计算机的网卡和网络协议 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没有办法拼通 那么就说明了TCPIP协议有问题 这时候呢 可以到控制面板里面 查看网卡是否安装 或者是否出错 如果在系统的硬件列表当中 没有发现网络适配器 或者网络适配器前方呢 有一个黄色的感叹号 说明了网卡没有这个安装正确 需要呢 把这个网卡呢 删掉 然后呢 重新安装 如果网卡没有正确安装的话 说明网卡呢 可能已经损坏了 必须呢 换一块网卡来从事 第四 如果确定网卡和协议都正确 那么网络还是不同 那么可以初步断定呢 是Hub和双脚线的问题 可以呢 进一步进行确认 那么可以换一台计算机 用同样的方法呢 进行判断 如果其他的计算机 和本级的连接正常 那么故障呢 应该是在先前的那台计算机 和Hub的接口上 如果确定这个Hub有故障 那么首先呢 应该检查 Hub的指示灯呢 是否正常 如果Hub也没有问题 那么检查一下 计算机连接到Hub的一条 双脚线 有没有故障 那么判断双脚线呢 有问题呢 可以通过双脚线的测试仪 或者呢 用两块三用表 那么两个人在双脚线的两端 进行测试 那么主要呢 测试这个双脚线的一二 还有三六 这四条线 那么如果发现 有一根不同的话呢 就会需要重新来制作 这个双脚线 这是呢 前面我们介绍了 网络连通性故障 这个顺序有点问题啊 第一个是故障的表现 然后呢 第二个是故障的原因 然后第三呢 排除方法 就是呢 有这样一些步骤 一共是六步 下面我们看 网络协议故障 故障的表现呢 是这样的 有这样几种 计算机呢 无法登录到服务器 计算机在网上邻居中 既看不到自己 也看不到网络上的 其他计算机 或者计算机在网上邻居中 能看到自己和其他计算机 但无法访问 最后呢 计算机呢 无法通过这个局域网 接入Internet 这是故障表现 故障原因呢 有这样几种 也就是呢 协议未安装 那么实现局域网的通信呢 需要安装这个Netboot 这个协议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安装这个协议的话呢 就是会导致这个协议故障 再有呢 就是协议配置不正确 TCPIP协议呢 这个涉及到的参数呢 有四个 一个是呢 IP地址 索网研码 还有 DSN 就是这个域名解析服务 再有呢 就是网关 那么这四个参数的设置 任何一个不正确呢 都会呢 导致这个故障 第三 排除协议故障的步骤 第一呢 是检查 计算机是否安装了 TCPIP和Netboot 以协议 如果没有的话呢 建议呢 安装这个两个协议 并且呢 将TCPIP 这个协议的参数配置好 然后呢 重新启动计算机 第二步呢 就是使用PING命令 测试与其他计算机的连接情况 第三呢 在控制面板的网络这个属性中 单击文件及打印机共享按钮 然后呢 弹出文件及打印机共享这块块 选中 允许其他用户访问我的文件 或者 允许其他计算机使用我的打印机 这两个复选框选中任何一个 或者都选 那如果不选的话呢 就没法实现呢 这个文件的共享和打印机的共享 第四 系统重启 重新启动之后呢 双机网上凝聚 那么讲显示网络中的 这个其他计算机和共享资源 如果仍然看不到其他计算机 可以使用查找命令 可以使用查找命令 找到其他计算机 第五步呢 就是在网络属性的标识中 重新为这个计算机呢 进行命名 那么使得这个名字啊 在网络当中呢 具有唯一性 这时呢 我们介绍了网络写议故障的 故障表现 故障原因 还有呢 排除步骤五步 我们这节课呢 就上到这 咱们来不见我 看起来